第18题有关能量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A被压缩的弹簧具有弹率未能 这个是对的 我们有弹簧有形变之后呢 就具有所谓的弹率未能 选项A对 B等加速度前进的汽车具有动能 对动能是因为速度来的 那么有等加速度就一定会有速度 所以呢他就具有动能 这是对的 C动能与未能的总和称为力学人 这个也是对的 这是老师上课讲过的 我们的动能加未能呢 称之为所谓的力学人 那么选项诸说 静置于九年十三班地面上的 以值重力未能为零 这个是错的 我们老师上课讲过了 重力未能没有绝对的零 是要看你取哪一边为最低点 然后定最低点的未能是零 而我们的九年十三班的地面 如果你九年十三班地面来说的话 那它的重力未能是零 可是九年十三班在四楼 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平常的 一楼的地面而言 它的重力未能就不是零了 所以选项诸是错的 第十八题问我们说 有关能量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静置于九年十三班地面上的 以值重力未能为零